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组织利用PS4通讯的情况日益严重 PlayStation是索尼旗下的一款游戏机 目前最新版本是PS4 据统计PS4全球有1.1亿使用者 活跃使用者有6500万人 一般网络通讯架构会透过伺服器 由伺服器连接各电脑 透过伺服器可以掌握每台电脑做过什么事 有心人士若要监测 只要透过伺服器即可监控 但为了降低成本以及伺服器负荷 许多通讯服务或游戏平台 涉及计费例如购买保物时会由伺服器记载 但在对话时 仅由伺服器帮忙配对 之后伺服器就不再介入 所以监控不易 且当双方以文字或语音通话时 可能经过加密或仅有彼此才能辨识的密码 使得监控难度提高 外媒指 以游戏机中的金币拼出袭击计划 或以弹痕书写讯号 几乎不可能受监测